我们反过来要问一下 美国为什么从来不发布 自己国家的人权状况报告 为什么不说说 自己国家的人权状况 为什么不听一听 世界各个人民 对美国人权状况的控诉 美国不过才有200多年的历史 但他们发动的战争 制造的灾难 犯下的罪行 庆祝难受 美国不反省自己 反倒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 指手画脚 看来美国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 什么是正义与邪恶 什么是高尚与卑鄙 明明自己是魔鬼 却非要装扮成天使 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吗 转移就业 不是强迫就业 一个前提窍签就是群众的 愿望 很多群众 特别是南疆地区的 原来的在农村的这些富裕劳动力 那么通过到北疆地区 或者到中国 东部地区一些省份去打工 买了小汽车 买了新房子 特别是他们的精神面貌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的这种变化 给当地的群众 也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我们在周庭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雾化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